大家好,今天有一個傻人發現案 疑似有一個喝醉的醉酒人在尖沙咀的嘉年威路道踏車 我們不說那麼多,馬上看影片吧,Let's go! 這個地點相信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嘉年威路道 這個圓記,The One附近,大家知道了 門口就拍著一輛黑色的車 好 就是這樣,他應該是疑似喝醉酒 他對著拍攝者說你不就笑,X你老母 然後他就不斷踏車,說扮富貴扮貴 我相信這輛車應該不是他的 因為根據警方的回覆 他就說10月22號晚上9點40分左右,接獲了一宗報案 那就是說應該是這個私家車的車主報案 不知道這個醉酒人是認識這個車主,即是說扮富貴 撞B! 還是喝醉了隨機找到目標,即是看到人家有車扮富貴 就不知道了 事後這件事就是這樣 在香港暫時根據警方的回覆 暫時沒有人被捕 那就好,當然是大歡喜 和和氣氣 在香港今時今日,如果你是車主 你都不用打算有一個追究 因為警察一定捉不到人 就是這樣,希望大家這些都沒得說 純粹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 香港人很大的壓力 尖沙咀的原記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非常旺旺區 就是尖沙咀的中心地帶 其實基本上上次有一宗十八羅漢彈人事件 就是走下一點的保勒行 其實都很接近而已 所以大家 現在你走尖沙咀還是要小心一點 現在又回到古惑仔年代 這個是尖沙咀抓飛人太子 又回到熊興東星年代 那真的出入小心 你不要以為在元朗才會發生 就是尖沙咀 即是旺角那些 現在當街都斬人 所以大家就出街帶把傘 真的有些防身 還可以帶保鮮紙 這次影片來到這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